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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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主要的还是我有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未来的那个自己你迈出去了吗 刚才那个女生有点惊到我了 她想做鱼 她想学会做面 是因为她怕以后吃不到怎么办 家人的味道 这种坦诚 这种力量还挺震撼人心的 所以播放完这个片子以后 你是想让郑院士感受到 是这样 我在了解到发现 周教授他之所以创办这个前班 可能是在发现了大多数学生 他们就是可能无法找到自己的兴趣和志向 并且呢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寻找的过程 想请问一下郑教授 您是在什么时候就是种下了想要改变世界的这么一个愿景 并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划 这个其实没有那么没那么早 梦想多大其实跟你的眼界有很多的关系 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 因为我是在农村嘛 那个时候梦想就造一座桥 因为我刚好家里有一条很宽的河 那我上了大学以后呢 因为我想造桥吧 所以抱了土木 因为土木都是做茶表 就没什么意思 所以阿易斯坦的影响呢 所以我想把利鞋捅起来 那个时候中国在这个利鞋基础做得最好的是 这个北大的郭聪恒院士 所以我就冒冷就跟他写信 我就看他一本书 那本书叫《飞行弹性》 我就跟他说飞行弹性 我研究下来是怎么回事 他就寄人给我回信 写了很长的信 他说我是他所知道的 中国第一个看懂了他那本书的人 所以毕业的时候我就想 能不能到他去读研究生 他说欢迎 我就用在职的方式去北大数学系读研究生 所以我在北大带着很远 然后会得到很多老师的赏识 人的梦想就像你爬到一个山顶上 你真的爬上去了 然后你又看到前面有一座眼山的时候 你这时候还有勇气 有信心 也许你会有更大的梦想 真正想到要改变世界的时候 应该是在办前班的前后 已经快五十岁了 我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我最近二十年做的研究 要结构成华 就是干摩擦 但是不会产生任何磨损 我觉得它是可能改变世界的 还有做的前班 我是一点点来的 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有 好的 所以对于年轻人的困惑 包括像刚才我们看到 他采访的过程当中 那些年轻人不一定能够马上 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答案 这都是正常的 梦想是你能达到的最大的高度 可能还需要一些 而且不断地经历过很多失败 经历过很多成功 所以这前面也有很多积累 前面很多积累